各位媽媽 大家好 我是母語顧問Michelle 我知道很多媽媽在準備入院生嬰兒前 都會很緊張有一個叫走腦袋 走腦袋顧名思義是一個袋子 在醫院是很有用的 但出院後 媽媽都忽略了一堆東西 其實我就叫她做出院走腦袋 出院走腦袋 媽媽忘了原來要準備這類型的東西 她才能完成她產後的任務 這些東西不是大型物件 不是BB床 BB換片墊等東西 是零碎碎 很細微的東西 但我覺得是非常有用的東西 記得留到最後 最後我會給你一個提示 就是你怎樣令到你產後的月 可以順順利利進行 第一件事是甚麼呢 第一件事就是我經常都說 你甚麼都不記得買 你一定要買這個叫植膠處奶器 植膠處奶器其實它很有趣 它是給一些媽媽 尤其是親衛的媽媽 尤其是想增加奶量的媽媽 一個很好的用具 你在醫院當然會見過普通的奶泵 其實這個植膠處奶器 它並不只是處奶那麼簡單 它也是一個泵 怎樣做呢 就是你 迫氣出來 反了吸醉 然後當這是你的乳房 你將它吸緊你的乳房 反了它 變成它就會吸緊你的乳房 你在這邊餵奶的時候 在另外那邊 它就會不停地放著你流出來的奶 亦都會在你噴奶反射 被你的寶寶刺激到的時候 它就會在另外一邊都有噴奶反射 同一時間就會處在這邊流出來的奶 這個分分鐘有些媽媽告訴我 這個東西是比起一個普通的泵 是泵得多一點出來的 因為它的噴奶反射 是被真的一個嬰兒去刺激它 而不是被一個泵刺激它 所以它們都說 其實這個東西是非常之有用 尤其是如果你想儲多一點給你的嬰兒喝的話 你告訴你的身體 除了你的嬰兒喝之外 其實流出來的都是一個奶量 即是你告訴你的身體 你要多於你的嬰兒需要的奶量 於是你的奶的產品 即是生產的奶量就會越來越多 第二件事就是益生菌 坊間其實有很多益生菌 但是適合母乳胃母益生菌 而是做過研究 去得來有幾種菌 適合媽媽的就是這隻益生菌 就是衛視的Optilac 我覺得最有用的都是你出院的一刻 尤其是你做腐複產的媽媽 其實你的藥物 醫生都會加了一些antibiotic在你的drip 如果你有antibiotic去過你的身體 其實隨時好菌壞菌的平衡就會變成失痕 如果失痕的話 你就需要加一些好的菌 來避免你的乳房有真菌感染的情況 亦都是對於一些媽媽 是很容易有陰道的真菌感染的媽媽 亦都是好的 因為當你暴雨的時候 那些真菌就會走上來 因為她覺得有東西吃 那就走上來 變成很容易 令你有預防真菌感染 如果你保持著把好菌放在系統中 把好菌打敗了壞菌 你就可以很容易避免預防真菌感染 第三件事就是Lactation Massager 我們做母乳顧問做得久了 其實我看到很多媽媽都是因為失奶找我的 或者第三、四日她覺得奶是很菊 因為她剛剛上奶 覺得奶很菊、很脹、很痛 而出不來 所以找我的 所以這個我通常都會推介給媽媽 我教完她一次之後 我希望她們可以自己解決問題 原來你的乳腺是很表面的 其實文獻都說 如果你失奶 其實可以用一些ultrasound的東西 去用一些波幅去震鬆乳管 如果真的沒有的話 你就可以用一個叫做電動牙刷的物體 但其實電動牙刷的形狀又不是很適合 但這個東西的形狀剛好是乳房的形狀 你看看這位媽媽 其實都是用這個方法去按摩乳房 因為如果你每次用手的話 很多時候媽媽就會搞動媽媽手 因為是不就力的 你這樣做的話 如果你用這個東西 你開了它 按在乳房 其實就已經可以幫到你 舒緩你的腸痛之餘 亦都可以令到塞奶的情況有所舒緩 如果你經常都靠ultrasound的話 其實你經常都要找一個物理治療師去做 成本第一很貴 第二就是你會不方便 但如果有這個東西在家裏的話 你就可以天天地鎮著雨線 令到你的雨線很通 萬一如果塞奶 其實我也有時候會教媽媽進去沖暖水糧 令到雨管擴張 這個東西你要帶進去 因為它是可以在水裡而不會壞的 你開了它 一直沖暖水糧 一直按著 向著雨頭方向按 其實就會幫你舒緩到塞奶的痛 以及可能立即已經痛得回 產後你都知道你天天餵著母乳 其實身體的鈣質流失也很多 媽媽會有時告訴我 她產前那些維他命未吃完 她產後都吃回 但其實那個成份 各樣東西就不是很適合 因為產前的維他命 是很多一些叫做鐵質的東西在裏面 但產後他們就會放多了一些叫做鈣質的東西在裏面 如果你產後都是吃那麼重鐵質的東西 分分鐘你會便秘 亦都可能那顆產前的multivitamin 是不夠鈣質給你 所以我勸你買一些給產後媽媽用的補充品 這個全身我現在都吃著 是產後的補充劑 我覺得吃完後 其實它的鈣質都可以給予我 亦都令到我不會便秘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在下面的連結看看 然後這個也是我的先人推介 這個就是我用了產後4年 我都還在用 因為我覺得它塗完在肚子裡 肚子的皮膚就真的滑了 這個叫Mothers Balm 它是幫你減淡的任實紋 令到你的肚子鬆弛了的肌膚 可以收緊 這個也是非常之好 懂得找 接下來這一點就不是那麼多人懂得找 你出院的時候 是最高峰媽媽去找我上門的 他們通常出院那一刻 就被BB咬損了乳頭 大家都不想看到 但是萬一咬損了 這一類型的hydrogel 就能幫到你了 因為這個hydrogel 是可以不會黏在乳頭的皮膚上 也可以撕出來的時候 不會黏到你的結膠出來 也可以保護著你 讓你不用乳頭經常遮瑕 它是比乳頭盾好的 因為乳頭盾有時會甩出來 而且你會覺得它很焗 但是這一類型的hydrogel 因為它是sterylized 當然這一款的型不太好 有一款是Madella 你可以看看這幅圖 這個Madella的型剛剛好 但我找不到Madella那個 在香港在哪裡買 所以我們用這個替代也行 但這個當然不是長期用 但你有在家也是好的 第七件事就是安睡庫 安睡庫 什麼叫安睡庫呢 我產前都完全毫無頭緒 什麼叫安睡庫 原來它是一個像這樣的一條衛生巾 是一條複形的衛生巾 你當它是尿片 但是為什麼它有用呢 就是因為你產後的頭那個月 其實都會有惡路 但是醫院是會給你一條很長的衛生巾 但是那條衛生巾 我覺得是太長了 太長和很難用 去到後面它又不是黏得很好 有時你後面那些位就會移了位 所以你會覺得很難令你安睡 但是這個就是非常之好 因為它不會移位 是一條褲子 360度都會有個墊給你墊著 這個就是非常之好的產後 你需要放在你產後走路袋的七件事 答應了大家告訴你 第八件事是什麼呢 就是你最重要最重要在這裡的東西 就是知識 我設定了一個叫做 新手爸爸媽媽的網上學習平台 在裡面你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包括無語胃部 包括如果真的有什麼危險 不是有什麼意外發生的時候 怎樣去急救你的BB 甚至教你的家用姐姐 怎樣去避免這些危險 甚至關於無語胃部 我們都會有一個有組織的課 去教你們首先產前怎樣去選奶泵 怎樣才知道那個奶泵是適合你自己 產後怎樣可以毛痛 第一個Latch 就可以Latch得好BB 然後看看怎樣可以增加奶量 按部就班這樣跟著你的程序去 但是如果你說我BB大一點 到六個月了 我們開始加顧 我亦都有一課去教新手爸爸媽媽 怎樣去加顧 無論是嬰兒主導加顧 還是傳統加顧 我們都會講到 這些課都是很便宜的 200元你可以任體一年 亦都可以和你的家人一起去看 都沒有所謂的 如果你真的有興趣的話 就按下下面的link 如果你對於更多關於育嬰的資訊 有興趣的話就訂閱我的頻道 拜拜